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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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丁超 歡迎收看超理大引家 今天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是跌的蠻多的 當然今天跌的原因 大家都已經知道 所以我們就不用再贅述 我只是告訴你 原本是沒有要跌這麼多 就是開低後來有一度走高 結果覺得很多有一度走高 甚至還快拉到平盤 所以今天的走勢理論上是 反彈盤 就是會小漲盤 但是因為氣氛的壓抑 造成今天 就算不是小漲也是小跌 而且今天理論上是 科技股市反彈 但是重重產業股今天原本就會中錯 就算今天盤中沒有跌一千多點 重重產業股也一定中錯 因為這是高低激期的改變 我已經講過了 很多投資朋友跌下來以後就開始 一直在說基本面很好 一直在找理由 找原因 每一檔股票基本面都很好 我不曉得要講幾次 每一檔 你所看到每一檔都很好 就算不好 它也會告訴你下個月 下一季明年它會大成長 它會轉虧為盈 就算現在不好 它也說以後單子會接很多 拖是一樣 何況是現在就已經很好 剛好跟你講更好 所以我一直在強調一個觀念 如果說電子股會跌 那電子股的基本面就變很不好嗎 不是喔 對不對 你看今天以前台積電在跌 今天也是跌 盤中還差一點點跌停板 518塊就差4塊錢跌停板 這檔股票盤中跌了將近9% 你知道這代表什麼意思嗎 台積電這檔股票今天盤中跌了53塊 每一塊錢8.35點 台積電這檔股票盤中跌了將近450點 大盤那時候就跌1400多點 那台積電快跌停 連發科也快跌停 差一點點跌停 這第二名的全值 第三名的全值紅海也差一點點跌停 就單單這三檔就受不了了 那怎麼可能今天指數會很安全呢 你想也知道 表示這個盤中一定有特別的原因了 所以我現在講就是說很多人 我不是今天第一天講 我是說 我常講基本面不如一碗泡麵 如果股票價格再跌的話 我用一檔台灣的最好的股票叫台積電 沒有人比他更好 但是他為什麼會 他不是只有今天跌 他為什麼這邊會跌 這裡的基本面有改變嗎 一樣好啊 這裡到這裡到昨天以前都一樣好 但是他為什麼會跌 就是技術面這跟基本面就無關 無正相關 好那我們再看聯發科 今天大跌沒有錯 但是從這邊就開始跌 從這裡就開始跌 這個基本面也都是沒有改變 沒有喔 紅海也是都沒有改變 紅海這邊的基本面跟這裡是一樣的 那為什麼會跌 這就是股票嘛 那否則的話那股票都永遠不要跌嘛 那大家也可以算啊 所以今天的鋼鐵股跌停板 運輸股跌停板 這只是如法炮製啦 這沒什麼好奇怪啦 不要一直講長榮基本面很好 誰不知道啊 你講長榮基本面很好 到底是誰不知道他基本面很好 我在三四十塊就告訴你長榮會賺多少錢了嘛 15塊到20塊 不是那時候早就講了嗎 是什麼人不知道啦 我們在這裡就知道了 問題是你說這個要做什麼呢 你講這個幹什麼啦 你講這個幹嘛 你講這個鋼鐵股幹嘛 什麼基本面很好 大家也知道啊 如果他們基本面很好 他們要永遠一輩子都要漲 那台積電為什麼會跌 台積電基本面更好啊 為什麼台積電可以跌 為什麼這麼多的電子科技股 這麼多的IC設計股 或是電子股的全職基優股 這麼多 台灣50檔台灣100檔 你能夠放在台灣50檔跟台灣100檔的股票 都是TOP的啦 1750檔你能夠被選出來前面150檔 那是選出來的啦 那不是開玩笑的啦 你想要有些爛股票你要進來 還不讓你進來啦 那他們為什麼要跌 這台灣50檔為什麼要跌 台灣50今天曾經盤中中挫8點多 你知道嗎 多恐怖你知道嗎 這是台灣50啊 0050啊 也就是說其實盤中裡面 今天在跌的股票 你看這些股票 這些台灣50檔這些在跌的股票 它已經是完全是 跟基本面完全沒有關係了 就連這種平常沒有在管事的啊 你也不會注意到它的中華電信 這個是非常前五大群職股其中之一 它都要往下滑動 它都要滑這個 它都要跌一下 跌到108塊半 跌個引線出來 那你說今天的市場是什麼樣氣氛 就是信用交易戶被趕走了嘛 融資受不了 因為有些人就是喜歡做那種股票 然後又不受停損 然後又是借錢啦 那當然會受不了 而且今天有非常大的因素啊 我可以跟你講 今天非常有可能 我在猜啦 今天非常有可能 會有更多的違約價格跑出來 因為今天盤中曾經400多檔跌停板 好在收盤是只有剩下一半跌停板 200多加 可是這200多加跌停板就受不了了 這200多加大部分的股票 大部分的股票 不是鋼鐵股就是運輸股 而這些股票就是 投資朋友最喜歡操作當沖的 而這些人他們很多人都沒有風險概念 因為他們認為股票不會跌 可是你當沖 如果你沖不過去的話 你這個是要拿錢來放人的 因為你當沖你沒辦法沖掉啊 你找盤去買沒辦法沖掉 跌停板你就沒辦法沖掉啊 那你就要處理啦 你就要找營業員幫忙 不然你就會違約交割啊 你了解我意思嗎 很多啊 就是鋼鐵股是一部分啊 一組啊 那另外一組 這一組還沒發生啊 還沒完全發生 明天就會了啦 這一組也快了 這一組紡織股 這一組比較乖一點 比較不太會 但是也會有幾檔 這個是塑膠股 這一組比較乖一點 那這一組的話 最近蠻囂張的 說囂張你可能不喜歡聽啦 但是我是跟你講 所謂的囂張就是說 當沖貿客 短線客 拉縣拉太陽 這個叫當沖 這個叫囂張啊 也就是說其實有些股票漲 它基本面它可以拿出來解釋 例如說像長榮 陽明 或是鋼鐵股 但是有一些紡織股 它其實沒賺多少錢 它也亂跑 或者是像這種也亂跑 玻璃股也亂跑對不對 造紙股 那你今天你看這些運輸類股 這麼多跌停擺 這個很多都是因為當沖貿客習慣 當沖習慣 結果尤其是這一檔 很多人最喜歡當沖這個 長榮跟陽明 那這樣子鎖起來 而且都沒有打開過 那請問一下要不要違約喬哥 你如果先買怎麼賣 除非你是放空先賣後買 所以為什麼我一再建議說 我希望政府能夠考慮到一點 當沖每一檔股票 你最多給它50% 當沖就好 比例你超過就不要讓它當沖了 不要搞到七八成那不太好 那我昨天不是跟各位講過嗎 因為指數它系統性風險在發生了 不是今天開始 從這裡反彈之後 就開始慢慢的結了很奇怪了 對不對 反彈也沒有過這一根長紅K線 長黑K線的高點 很可惜 就是這裡沒有突破 沒有過17328 這兩天沒有過 尤其是這一天 關鍵在這裡 因為這裡如果讓電子列股來帶它過去 由台積電來帶它過去 那當然就不會滑動這麼厲害 因為這邊沒有過這個長黑K線的高點 這幾天好不容易守住這個低點 也在昨天灌破 而且是全面擴散 昨天開始跌的時候 已經不是只有跌電子股 已經開始公平了 我常常講 不是這樣講 也許這樣講你會覺得怪怪的 但是我講過 為什麼只能夠跌電子股 這是什麼小回 雖然很多投資朋友 你說操作電子股 你心理上很不舒服 你這樣跌下來 大家股票跌誰會舒服 可是你如果說在上個禮拜以前 你每天都看到鋼鐵股在漲 運輸股在漲 結果你是買電子股 請問是你的錯嗎 你有比較笨是不是 你也有研究基本面 你沒有得罪人 那為什麼只有跌你的電子股 那傳統產業股就要漲 我不是講過嗎 如果說你股票 漲鋼鐵股 運輸股 受化房數都沒有關係 你大漲沒有關係 但是你不要 不要拿電子股來犧牲 不要說他們漲電子股就跌這樣不好 你至少這些股票漲沒有關係 但是電子股你讓它平 或者是不要跌 嚴重小跌 這樣子的話 才是一個比較正常性的市場 正常啦 在昨天以前 那你今天漲了這邊 這邊就下跌 那這樣就引起仇恨了嘛 這傳統產股跟科技股就有仇恨了嘛 你不覺得很奇怪的嗎 這不就補票了啦 這是賭場啦 我沒有講錯啊 結果事情變成這樣子 所以我昨天講說 為什麼我們科技股 我們雖然是做科技股 可是我已經跟各位講過 當系統性風險發生的時候 我就要做動作了 雖然我們的科技股 我們沒有全部撤出 我沒有全部賣掉 我不能收謊 所以我們全部賣掉 我們的會員都在看 可是我知道原因 因為今天速度這麼快的情況之下 如果我們要今天撤出 請問一下 我們是不是都要賣到跌停板了 或者是將近跌停板 所以可以等到明天以後 再來處理這件事情 科技股的問題 不但是這樣 我反而認為科技股 是超跌oversell 因為它早就跌了 它不是今天才跌 那你應該是要 如果要做多 你就選擇科技股了 我這樣講對不對 那你做多傳統產業股 對嗎 我跟你講投資本 如果說現在想要去買 傳統產業股的心態 就如同之前 要去買這個一樣 雖然這個今天漲沒有錯 就是買這個一樣 這個也炒作過一次 或者是之前在炒作 九陽神功的時候 大家那時候 IC設計股 大家不是在拚命追嗎 這個觀念是一樣的道理 你現在去買傳統產業股 其實就是買這個位置的 我講對不對 老師基本面很好 你再來 你每次都講基本面很好 不怪你股票都不要買 每一檔股票基本面都很好 我已經講過了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節目現場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託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 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看守好 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託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 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 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所以 我們做什麼動作 我要做的動作 要嘛就把股票全部撤 其實有三種選擇 可以讓我們做 當然我不知道今天會跌到 1000多點 就老實講我沒辦法預測 所以 很多投資朋友 你不用說 你沒有賣股票 你就覺得說 怎麼樣 不要想那麼複雜 就是今天跌1000多點 沒有一個人 就是做空的或是看空的 也沒辦法預測到 今天會跌1000多點 但是在昨天 我們就開始要做一個動作 為什麼 因為我們發現不太對勁 所以我們要減碼科技股 減少 要賣出部分 要把一些資金拿出來 去放空傳統產業股 我昨天有沒有講得很清楚 當然我們做這樣不是很完美 我們這樣只要Hedge而已 真正完美的事 應該是全部放空 對不對 那我們也沒有再跟人家比較 我們只是做好我們的事情 了解我意思嗎 但是傳統產業股 我說要放空 那為什麼要放空 因為漲得太囂張了 就這麼簡單 沒有為什麼 你不要一直跟我講 基本面很好 如果因為基本面的問題 那我不敢空這兩股票 我絕對不敢空 可是我昨天放空 我昨天空到98塊1 98塊2 雖然沒有空到最高點 老師那你被擦空 不好意思 我們是這一天才換空 這裡全部都沒有任何動作 甚至這個段時間裡面 我還建議做到長榮 我們有曾經操作過 可是我們沒有做到最高點 這個我是講給我會員聽的 昨天98塊1 98塊2放空 昨天就賺錢了 昨天還蠻會撐的 昨天長榮還蠻會撐的 最後收盤還漲了 我們那時候選擇這一檔 跟這一檔 後來我決定這一檔 其實都一樣 都一樣 就是昨天放空 昨天的長榮是歷史上最大量 而且長榮的期貨 我們比較少講個股期貨 長榮的個股期貨 3000口 應該說3萬口 那已經是對決了 我早就知道 絕對是對決了 人家都已經下好單了 準備要讓它灌壓了 今天有高點嗎 你跑不掉了 你稍微一個剎那之間 因為這個叫高基期 我不贊成政府 負盤這種股票 因為你要負盤 應該負盤台積電 聯電 聯發科 鴻海 這些已經有修正過的 基油股才對 那長榮也是基油股沒有錯 可是包袱太大 因為它這高點啊 或者是你如果說你負盤這種股票 我也不太贊成 因為它沒有往下回啊 你負盤這種 我告訴你 你如果負盤這種 浪費子彈 你不如就壓台積電 因為台積電有跌啊 台積電不是最基油股票嗎 所以你看台積電 今天差一點跌停板 這樣扯上來 這樣一個扯的方式 就有點類似像這樣 像這一天 你知道的意思嗎 這一天也是打得很慘 當天啊 我記得當天 我是 那時候記得是除息之後 結果是重挫 剛好碰到股票重挫 去年的時候 你了解我意思嗎 台積電啊 這一天台積電也差一點跌停板 2.35.5那一天 台積電很不容易看到有漲停跟跌停 甚至在接近漲停跟跌停這種位置 以後這種地方 今天不是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買點 但是我們沒有操作台積電啊 因為我們沒那麼多錢啊 我們做股票三到五檔 不會每檔股都做啦 我昨天去放空長龍 那今天呢 我有告訴我的會員 今天還要再空一檔 我也跟各位提示過 我說我們做多電子股 雖然不是很完美 現在做多電子股一定會受到很大的壓力跟批評 我知道 可是我們現在電子股便宜 為什麼我們不做多 我也沒有看大盤崩盤 雖然大盤跌這麼多 但是我也沒有 我是認為說今天這一根 並不是國際股市引起的 並不是國際股市全部像之前這樣崩盤 並不是 並不是崩盤引起的 那是因為台灣本身自己的股市跑這樣 所以我認為這一根是有待商榷的 如果這是美國大跌這一根的話就有效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也就是說我做一個小結論 就是我認為科技股明天一定會大漲 因為它oversell oversell的是超賣 所以你買科技股沒有錯 你用大跌的時候買科技股有何不對 就以台積電跟鴻海 聯發科為例就好了 不要講別的 因為股票很多股票都漲 都是沒有收追 你看鴻海也是幾乎是跌停版 連發科也幾乎是跌停版都拉起來了 這個八大行庫要負盤一定是買這些 你放心 不會嘛 那個奇奇怪怪的 但是也有可能去買 長榮 陽明 萬孩 或是中鋼 也有可能 龍頭產業股或是金融股 這種有可能 但是我是覺得說 你不用負盤這個 因為這個基期高 你負盤這個不是籌碼 它已經籌碼很亂了 你還要讓它更亂 不對嘛 你負盤這個東西浪費子彈 我跟你說 你應該是這個 這個才對 因為這個有跌 應該是這個才對 對不對 或者是這個 這個才對 不然你最沒有也要這個 這個籌碼最乾淨 是不是 你負盤這個不對 只會讓它更亂 我們昨天去放空長榮 今天灌壓跌停板 我今天早上在通知會員 再放空一檔股票 這檔 但是很可惜 很可惜我們定的價位 大概差一塊錢 沒有空到 我設定的價位比較高一點 我如果用試駕就會成交了 跌停板 但是 我們這個不算計較 我只是告訴你 我的動作是正確的 我不可能只有對 運輸股股有意見 我對鋼鐵股也很有意見 所以基本面很好 不要再跟我說這個 台積電最好 誰基本面不好 哪一檔股票基本面不好 不要跟我說這個 我聽不懂 股票如果要跌 基本面就不如一碗泡片 這種股票你敢怎麼 漲這麼多你就要敢跌下來 你漲了從30塊到100塊 你對切也不夠分 我可以跟你講 不要講那麼多 股票看多了 股票就是差的 不是主的 好 那我們沒有空到低桶 沒關係 我們就找另外一檔 就這一檔 雖然這檔價位比較低 原本也不一定要選這一檔 但是因為大家 因為後來就選這一檔 大概在這裡放空 因為太過分了 太過火了 大家都在跌了 他還敢這樣 你明明就當衝貿客 我都知道 少來這一套了 大家基本面都很好 就是漲停板附近 你不用懷疑 就在這附近 漲停板附近我們空的 跌停 漲停跌停 漲停跌停 我們是不是會帶你去買 空這種股票在低基期的 沒有啊 是這個啦 我想你應該不會有太多的意見 那不是半空家 不要太過分 股票不要漲得太過分 不要漲得太過分 這樣你聽我的意思嗎 就像台積電之前 沒事給人家一拼 就拼到679塊 當然現在目前要還給人家 那你聽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是做多科技股 放空傳產股 我們的策略從昨天改變 不是今天財表 所以你要放空傳產股 找丁叉 我當你放空 是剛跌而已啊 剛開始跌啊 你要跌個三五成 太簡單了 那些股票都已經掉了 就像之前的生計股 那時候IC設計股也是一樣 當初不是也很 炒得很快 很會炒 最後還不是都跌下來 但是我認為科技股 GEO科技股 這個地方其實不要在這邊賣 因為它好股票 它已經修正它會反彈 因為國際股市沒有崩盤啊 所以像台積電 聯電等等啊 這個都會反彈的啊 不是這樣子嗎 那是這樣子怪怪的 你有做多這個有做空那個 這個叫Hedge 我也可以選擇全面放空傳產股 不做科技股 我也可以選擇不要放空 全面去買科技股 都可以 但是我選擇做多科技股 放空傳產股 因為漲得太貴了 所以基本面很好呢 你再來啊 我跟你說 我只承認台積電基本面最好 基本面很好你吃得不好的 我算不知道 我會不知道 只有你知道基本面很好 我們就給它放空 漲放空 98.1元 會員都在看喔 每一個會員我都叫它放空 今天換這一檔 幾乎這檔天板把它空下來 沒有再客氣的啦 因為我們為了賺錢 也是能夠這樣做啊 因為我這樣子會員才能夠取得平衡 才能夠賺錢 那大盤我是不是認為說 就是下去兩三千點跌下來以後 大盤是不是要展開了 中期性的大回檔修正 要跌到三千點五千點 我認為還不是時候啦 雖然今天跌這麼多啊 你好像覺得好像很恐怖啊 但是我是跟你講 這是國內的因素 國際股市其實也還在整理 你聽懂我意思嗎 既然在整理我們買科技股 我們低接科技股 那我們放空極其高的傳商股 交流好友Telegram193008 我想我今天報告已經夠清楚了 你要跟這個丁超會一起操作的話 同步操作 手機簡訊通知同步操作 你就打電話到公司來詢問 今天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收看 明天見 明天見